最近这几天,娱乐圈可谓是喜事连连,各种大奖开奖,时尚活动开幕,掉足了观众的胃口,让很多追星的人大呼过瘾。 华顶奖刚刚结束,百花奖随之其后,真是非常的精彩。 各位粉丝看到自己的喜爱的演员获奖也是非常的激动。 虽然娱乐圈大奖每年都有,争议也是每年都有,但是还是一直吸引着各路明星出手争夺。 因为奖项也是对一个演员的一个考核和认可。 夺奖的不要骄傲,再接再厉,没得奖的不要气馁,争取下次。 我们在这里不去评判奖项的颁发是否合理,我们只是去看看谁得到了这样的荣誉,是否是有真本事。 那我们就来看看华顶奖的重要奖项。 华顶奖前身是中国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,由天下英才传媒组织,2007年在调查基础上加入了评选颁奖形式,集成华顶奖。 该奖是一项公众形象方面的荣誉,被誉为老百姓口被荣誉。 是由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,支持下的中国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。 从这段简短的简介中,我们就能知道,这个奖项是最能代表观众声音的一个奖项。 是由观众投票决定的奖项,相对而言非常的公平公正。 只有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能得到奖项。 但是得到认可除了有较好的演技,还要有比较不错的人品。 今年是第24届华顶奖,开出的结果也是令人兴奋。 看过结果小编也觉得,演员得奖实至名归。 在当晚的开奖中,演员雷佳音得到近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奖。 雷佳音通过和平饭店中男主角那精彩演艺摘的桂冠。 雷佳音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了,他的大头也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调侃,但是喜欢他的粉丝都亲切地叫他大头。 在和平饭店中雷佳音饰演的是一个从小流落草扣的小人物,经过